日本兵庫院神戶市一列板神電車 星期四晚上在行駛途中突然發生爆炸 車廂內瞬間濃煙密報 有目擊者表示 事發時突然傳出巨響和爆炸聲 窗外更加見到有火花 隨後冒出大量濃煙 涉事列車是由山陽基路站出發 開往大阪梅田站的板神直通突快電車 意外發生之後 列車立即緊急停靠在春日野道站 500名乘客需要疏散 幸好沒有人受傷 當地警方調查後發現 列車頂部的集電裝置 懷疑出現故障沒有出火花 繼而引延車頂其他裝置導致爆炸 受事故影響 預影站到神戶三宮站之間 列車一度停駛約3小時